北洋时代的军阀混战有两个规律,一是霸主倒下的快,二是嫡系衰落,庞系崛起。 霸主倒下的快是指最强大的派系,很容易被子异己的势力联合起来搞掉。 比如最初的霸主婉系就被直系和奉系联合打倒了,直系成为霸主后又被奉系、冯玉祥、婉系参与联合打倒了。 然后国民军和奉系联合称霸,奉系发生郭松林倒戈事件后,国民军成了唯一的霸主,但是国民军又很快被奉、直、禁、联合打倒,奉系成为霸主后,北洋时代不久就终结了。 嫡系衰落、庞系崛起,是指北洋军法中的嫡系,比如婉系和直系不断衰落,杂牌如奉章、冯国、禁言崛起。 今天要说的国奉战争,是冯玉祥国民军与张作霖奉系之间的争霸史。 这段历史太乱太绕,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说国奉战争这个词。 但是,历史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不弄清楚这段历史,很难理解北洋军阀的崩溃,以及之后的北伐战争和新军阀混战。 1924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凤战争爆发,当吴佩甫在前前与张作霖打的天昏地暗时, 10月22日,陆军巡约时,兼中央陆军地十一师市长冯玉祥,也属于直系, 联合陕西陆军,赞变第一师市长胡锦毅。 中央陆军地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幽禁了总统曹坤,直系军行打乱,以败涂地,无配扶成军舰逃走。 10月25日,冯玉祥与胡锦毅,孙岳决定将三支军队改变为中华民国国民军。 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锦毅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冯玉祥发动政变之前,与张作霖签订了密约,约定双方一起对付直系,胜利后分享果实,包括共同建立中央政权,一起收编直系败军,划分势力范围等等。 但是,政变后冯玉祥有了顾虑,国民军总兵力不到七万人,而张作霖奉军有十七万人,实力悬殊,虽然双方约定奉军不入关,但约定往往只有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 才有意义。眼下,冯玉祥既面临直系参与卷土重来的威胁,又面临奉军大军逼近的压力,想要生存下去,国民军必须迅速扩张实力。 因此,政变后,冯玉祥利用地理优势,率先成立了皇府设政内阁,然后出兵占领了天津,保定以及整个直立,大肆收编直系败军。 冯玉祥独吞战果,引起了缝气的不爽,张作霖不再遵守不入关的约定,将军队开到了天津附近,还将国民军收编的直系两个师包围缴械,国奉矛盾激化。 但是考虑到直系还没有被彻底打倒,双方没有撕破脸。 就当时情况而言,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都没有足够的能力与声望部长中央大权,于是双方相互妥协,共推北洋元老段齐瑞除山,出任临时执政代行总统和总理执权。 双方还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京隋陆和京汉陆是国民军的地盘,国民军可以沿京汉险南下,扫荡无陪服残余,但不得进入湖北。 京凤陆和京浦陆是凤军的地盘,凤军可以沿京浦陆南下,进攻山东、江苏、安徽,但不得攻入浙江。 到1925年初,段齐瑞进一步细化了双方的地盘,国民军方面,冯玉祥任西北边防都办,李明忠,张之江分别出任隋远,查哈尔都统,胡锦毅为河南都办,孙悦为玉陕甘剿匪总自领。 凤军方面,张作霖任东北边防都办,兼凤天都办,张作相,吴俊生,李景林,分别出任吉林,黑龙江,直立都办,看朝喜任热和都统,张宗昌为苏宛鲁剿匪总司令。 大家看出来了吧,北中国几乎被张作霖和冯玉祥瓜分了,而且还比较对称,一个东北王,一个西北王,一个坐镇奉天,一个开府张家口,一起遥控北京的段齐瑞临时政府,主导北洋大权。 当然,上面的瓜分都是直面上的,现实中还需要真刀真枪去打,才能使理论地盘成为实际地盘。 1925年1月到10月,国民军和凤军都在干两件事情,一是发动战争,征服属于自己的地盘。 比如,国民军击败了河南的镇松军,打开了西柱闪干的通道,拿下河南、陕西、甘肃。 凤军也调集大军入关,一路南下,占领了山东、江苏、安徽、上海。 二是相互给对方使伴子,阻止对方扩张势力。 这个很好理解,斗争的结果不仅在于自己得到了什么,也在于让对手失去了什么。 先是孙岳部占领了宝定、大明,因为这两个地方是金汉路的要冲。 但是宝定和大明属于直立是凤气李景林的地盘,在凤气的压力下,国民军被迫让出了这两个城市,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之后,凤军暗中拉拢严锡山和郑松军首领刘振华。 严锡山担心河南落入国民军手里后,山西被国民军包围,企图消灭进攻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 不料消息走漏,胡锦义迅速进攻,趁严锡山和凤军还没反应过来,就击败了郑松军,拿下了河南。 在凤军控制山东时,国民军也在暗中联络鲁军联合反凤,只不过鲁军力量太过弱小,被张宗昌三下五出二缴械了,所以才没有搞出大问题。 最后,张作霖以张家口属于直立为由,要求国民军归还张家口,还调集大军威逼北京。 张家口是国民军大本营所在,张作霖此举就是想和冯玉祥摊牌,只不过这时上海爆发了武萨惨案,反帝爱国成了主旋律,打乱了老张发飙的节奏。 当然,老张不敢发飙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军势力太大。 北京政变时,国民军没有地盘,军队不到七万人。 一年后,也就是1925年10月底,国民军的地盘包括隋远、查哈尔、河南、陕西、甘肃以及京基一带,其军队也猛增到了42万人。 此外,冯玉祥还通过李大钊的关系搭上苏联,从苏联搞到了大批武器弹药,并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设立了干部学校,建立了兵工厂, 还尝试了多兵种建设,起兵、炮兵、铁甲车、空军都在稳步发展强化。 对付国民军,老张自存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即使打胜了也是惨胜,便宜第三者。 国民军方面,虽然势力很猛,但是底子薄、基础弱,需要时间消化地盘,巩固成果,也不愿于缝隙发生冲突,于是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这时,孙传方出来带节奏了。 孙传方属于直系杂牌,其地盘在浙江,奉军占领江苏和上海后,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人人自危,孙传方也寝食难安,于是他秘密联络其他直系军阀,密谋共同反奉。 国民军是奉军的潜在对手,自然也是孙传方的联络对象,双方一拍集合结成了同盟。 当时,奉系的势力从东北延伸到上海,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字长蛇阵。 孙传方和国民军约定,孙军打蛇头,河南的粤维郡,胡并市,粤继任河南都办,国民军第二军军长,打蛇副,冯玉祥打蛇尾。 1925年10月10日,孙传方率领着敏、苏、晚,干五省联军发动了这份战争,奉军猝不及防,一路北退,丢失了上海、安徽、浙江以及江苏大部。 10月21日,孙传方对记者说,按照约定,我只把奉军打到徐州以北,剩下就交给国民军了。 但是冯玉祥看到,奉军在战争中实力损失不大,放了孙传方鸽子,倒是粤维郡不顾冯玉祥的劝阻,发动了公布图纸的战争。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国民军已经成功吸引了张作霖的怒火。 从10月下旬开始,张作霖大驱奉军主力入关,11月上旬,关内奉军主力突破了40万人。 老张将40万主力摆在京津路和京浦路北段,就是要和冯玉祥练练,而冯大哥也相当强硬,想陪张作霖过几招。 11月12日,张作霖通过张学良向前线奉军将领,下达进攻国民军的命令,但是因李景林、郭松霖的反对而暂缓之行,段其锐也架在中间,尽力斡旋双方关系。 此时,吴佩孚正在两湖一带整合直系残余力量,试图卷土重来,国奉联盟还有存在的意义,因此,11月16日,国奉双方在天津签订合约,重新分配了各自的利益,双方矛盾得到了缓和,一触即发的国奉战争再次延后。 这时候,郭松霖又出来带节奏了,郭松霖是奉军高级将领,但是他对张作霖及其左右很不满,这种不满既体现在理念上,也体现在利益上。 从理念上讲,郭追求进步,与奉军高层的胡匪文化格格不入,从现实利益上讲,郭松霖有大功却无大赏,觉得老张不公平,当然也不排除郭有个人野心。 总之,他要造反,除了造反的动机,郭松霖还有造反的能力,他和张学良关系集铁,铁道除了老婆不能共用,什么都能共用,这使得他掌控了七八万奉军最精锐的部队。 另一方面,张作霖将奉军主力都调到了关内,关外空虚,以七八万精锐猛极空虚的东北,没有不成功的理由。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郭松霖还拉拢了两股势力入伙,一个是冯玉祥,一个是奉系杂牌李景林,李景林入伙的理由较复杂,不展开了,李景林掌控直立,他的入伙帮郭松霖解决了造反的后顾之忧。 11月22日,郭松霖在鸾州通电讨访,冯玉祥随即通电声援,要求老张退休,还派张之江部进驻丰台,落发,宋哲远部进驻多轮,名义上是说要帮助郭松霖,实际上是想浑水摸鱼。 郭松霖的部队不愧是精锐,东北防务也缺失空虚,郭军一路推进到了锦州,奉天震动,张作霖都收拾行李,打算跑路了。 眼见凤隙内部火兵,国民军开始趁火打劫,出兵吞噬凤隙的地盘。 凤隙和国民军之间隔着李景林,这本是盟友,但冯玉祥认为郭松霖进兵神速,张作霖必败无疑,所以不打算按约定办事,国民军向热和直立发动进攻。 李景林派人问冯玉祥到底想干什么,冯玉祥明确表示,李景林必须让出直立,因为国民军需要天津这个重要港口。 来人问冯玉祥,如果郭松霖失利,搞不过张作霖,国民军即使占领了天津,能稳得住吗? 冯玉祥表示,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北洋军法中虽然不发朝勤暮处之徒,但像冯玉祥这样反反复复的人,确实少见,基本上跟他合作过的人都被他坑过,后来他在自传,我的生活中,把责任推给了国民军的第二、第三军,说事情都是他们搞的,我劝都劝不住,我太难了。 12月1日,李景林在天津召开会议,决定抵抗国民军,第二天,他宣布与山东的张宗昌组成职,直立、鲁、山东、联军,4日,李景林通电讨伐冯玉祥,国奉战争爆发。 国民军大军云集,南北两路奋进河及天津,李景林一念调集部下深沟豪磊,平显聚首,一念向张作霖、张宗昌求援。 段祺瑞眼见战争爆发,集电各路诸侯派代表来金开会,商量解决办法,但各方都没有反应,这说明老段的号召力真的用完了,没兵没地盘,面子用一点少一点,不能总拿面子说实吧。 天津之战是国奉战争的第一阶段,交战双方是国民军和缝隙杂牌李景林。 国民军速以训练有素,战力强大而闻名,但一交战,就暴露了实战经验缺乏,战术呆板落后的缺点。 在北陆,国民军第一军投入了八万大军,击战二十多天才击溃李景林的2.7万防御部队,在南陆,国民军二,三军十万大军,硬是打不过李景林的两万多人。 战况之惨烈,连外国评论家都认为这是民国建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12月24日,国民军凭借一枪血勇和人多,占领了天津。 同一天,郭松林兵败被杀。 郭松林兵败,是因为两个没想到,一个是冯玉祥在背后挖坑,把李景林推向了对立面,导致郭军后方不稳,但要东庄攻应断绝。 第二是张作霖通过卖国来唤取日本出兵干涉。 二者一结合,郭松林必败。 通过郭松林反凤和天津之战,北方局势大变。 国民军打下天津后,势力到了巅峰。 而张作霖经过郭松林倒戈,元气大伤,伤到了什么程度呢? 士兵和武器损失超过两次直凤战争的总和,还丢失了热河,直立以及山东部分地盘,政治上被迫退出中央政府。 这个时候,开头所说的规律又起作用了。 冯玉祥国民军成了北方最强大的势力之后,吴佩福和张作霖这对难兄难弟逐渐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冯玉祥。 一同加入的还有李景林与张宗昌的直辱联军,李景林和张宗昌属于缝隙杂牌,伴独立兴致。 冯玉祥明白大事不妙,挽起了下野的套路,打算以此转移火力,分化直凤同盟。 但是吴秀才和马匪章这次很有默契,一致认为冯玉祥两面三刀,还和苏联搞在一起,是极其危险的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6年1月20日前后,国民军与凤系、直辱联军以及直系的战争在山海关、山东、河南等地全面打响。 面对三方势力围殴,国民军表现很垃圾。 冯玉祥下野后,张志江接任西北边防独板,成了国民军名义上的华氏人。 但国民军是家长制管理,冯玉祥是唯一权威,没有二当家, 所以张志江指挥不动其他大佬。 另一方面,天津战役之后,张志江、李明忠、陆忠林、宋哲元等人联名反对冯玉祥把直立地盘给国民军第三军, 对冯玉祥刺激很大,冯的下野也有平息内部矛盾的考虑。 冯玉祥退军幕后,张志江又完不转,国民军因指挥不易而陷入混乱, 几位大佬自行其事,派系矛盾逐渐激化。 比如在对待直奉联盟上,张志江主张收缩兵力,与直奉双方讲和,甚至不惜割让地盘, 但陆忠林只想联合直系,李明忠态度犹疑不定,彼此相互拆台。 其实,国民军还是吃了读书少的亏,国民军同兵将领大多是和老冯一起打天下的穷苦出身。 读书人和科班出身的军官,在老冯的军队里不受重视,只能干些参谋和文书工作, 这使得西北军的整体素质跟不上形势发展,对时局的判断能力有限。 直奉联盟看起来吓人,其实没那么厉害。 吴佩福的嫡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都摆光了, 新整合的部队战力有限,还不一定完全听吴秀在指挥。 张作霖经历郭鬼子事件后,元气大伤,经济困难,内部矛盾也很尖锐, 而直奴联军是心败之军,尚需时间恢复实力。 如果冯玉祥强硬到底,认真备战,胜负未可知。 但西北军高层都不主战,一意求和,让自己陷入了被动。 1月19日,直奴联军向山东的国民军第二军发动进攻, 国民军第二军中收编的直袭败军响应吴佩福的号召, 前后夹击,国民军第二军退往河南。 1月20日,吴佩福兵分三路进攻河南, 并大肆收编红枪毁和镇松军参与。 国民军第二军大多是新兵和昭祥纳畔的部队,战斗力交叉。 其在河南的统治也并不得人心,因此节节败退。 3月初,拥兵二十余万的国民军第二军 在河南完全溃败,只剩李虎臣和龚魁傅保存了下来, 一个逃回了陕西,李虎臣和杨虎臣守长安就发生在这之后, 一个辗转到了居庸关。 吴佩福拿下河南,直鲁联军拿下山东, 猛攻直立,形势一片大好。 3月11日,张作霖挥军入关,加入了团战。 3月22日,国民军从天津撤退,反冯联军直逼北京。 此时,冯玉翔为了躲避三一八惨案, 及鲁迅写今年刘和真军的背景事件的责任跑到了苏联。 守不守北京,国民军高层又出现了分歧。 冯玉翔临行前只是放弃北京,撤到北京以西的南口, 但以陆中林,李明中为首的大多数将领都不想放弃这棵摇钱树, 逼得张之江以辞职相威胁,才勉强达成一致。 南口,位于北京以西的昌平河区雍关之间, 是华北通往西北的天险爱口,冯玉翔的地盘在西北, 因此他很重视南口的防御,守住了南口,就守住了西北大门。 早在1925年下半年,冯玉翔就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 在南口修筑方线。 三个工兵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在南口修筑离道近代化方线。 此时,国民军总兵力约20万人, 除了驻守甘肃等大后方的几万人马外, 能够投入南口作战的兵力约16万人, 其对手包括张作霖、吴培福、张宗昌、李景林, 以及后来加入的阎西山。 镇松军刘振华、甘肃张兆家, 总兵力超过50万。 阎西山之所以要加入团战, 有两个原因, 一是国民军地盘多为贫瘠之地, 想拿下山西这个富裕省份, 顺便把地盘连成一片。 二是直凤联盟声势豪大, 向阎西山施加压力。 1926年4月下旬, 反凤联军从查北多伦到直立一线, 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发起了进攻, 阎西山从近北出兵, 切断了国民军生命线京随线。 为了恢复交通线, 国民军制定了守南口防多伦攻进北的战略, 对南口多伦一线采取守势, 对阎西山采取攻势。 很快, 宋哲元率领石敬廷十有三, 韩副局等猛攻进北, 不久, 徐永昌率领的国民军三军等部队, 也参与了攻进战事。 六月中旬, 国民军占领了近北大部分地区, 但进军仍坚守着大同、 天镇、玉县等要地, 国民军各自为战, 军火也难以为继, 始终没拿下进军重兵防守的燕门关一线, 战争陷入僵持, 近北战士劳实武功, 还严重分散了多轮一线的病例。 7月20日, 多轮失守, 国民军防线全线动摇, 张之江急调宋哲元回防高地, 8月上旬, 宋哲元收复多轮, 稳定了战线, 但他不死心, 又调转马头, 猛攻进北, 死磕沿西山。 8月5日, 南口正面经长期的消耗战后, 直奉联军发动了总攻击, 大炮狂轰滥炸, 坦克, 装甲车配合步兵冲锋, 双方大战三天, 肉搏百余刺, 惨况空前。 此时, 燕西山缓过了神, 调集兵力在禁北发动了反攻, 而宋哲元走后, 多轮很快再次失守。 国民军长期处于内部, 缺乏海港, 进口武器很不方便, 地盘上又没有拿得出手的兵工厂, 武器完全不能自给, 所以打不起长期的消耗战。 8月11日, 南口正面的国民军已无法继续维持, 国民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 张志江一面派人请冯玉祥回国主持大局, 一面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全军向随远方奖实施总退却。 8月13日, 国民军开始从南口撤退, 15日下达全军总退却令。 士气低落, 物资缺乏, 指挥混乱, 加之随远偏远贫困, 无法攻击大军, 前途无望, 人心不一, 总退却变成了大溃败, 无数士兵溃散。 剩下残兵败将, 被各方瓜分收编了。 比如严锡山, 就收编了韩副局, 士友三, 郑金生, 张子忠等部人马。 发生于1925年12月到1926年8月的国奉战争, 是北洋时代规模最大的混战, 双方参战军队接近70万人, 死伤人数也创历次军阀混战之最, 战争波及包括河南, 山东, 直立, 京津, 热河, 查哈尔, 隋远, 山西, 陕西以及甘肃部分地区, 损失和创伤难以估计。 国奉战争吸引了北洋军阀的火力, 为两广发动北派战争创造条件, 加速了北洋军阀的覆灭, 这也算是它的一点积极意义吧。 但相比它的破坏性而言, 这点意义只能说聊生于武。 一句话, 炮火连天, 只为改朝换代, 失衡遍野, 据是农家子弟。